女排联赛14强强弱分明 北京队成绩出人意料 经过一个多月的较量 2021-2022中国女排超级联赛 本周与广东江门体育中心 结束了前两个阶段的全部13轮较量 8强球队顺利产生 9-14名球队各自归位 从两阶段联赛的赛果可见 参加本赛季女排联赛的14支女排球队强弱分明 战绩差距略显扩大 两阶段战霸 拥有国手级阵容的天津渤海银行女排实力和战绩 在本赛季独树一致 排名第二至第四名的球队 分别是拥有强力外援的上海光明优备女排 以年轻球员单钢的江苏中天钢铁女排 和球队年龄结构合理的辽宁华军女排 例如江苏女排0-3不敌辽宁女排 但以3-0战胜了上海女排 辽宁女排又以0-3负于上海女排 这四支球队里深圳女排是本赛季联赛新军 广东女排在经历了俱乐部变动后 仍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 福建女排则通过良好的新老交替 延续了近一年多以来的较好状态 虽然未能进入半决赛的山东女排 让球迷们感到有些遗憾 但对于深圳 广东和福建三支球队而言 能够在本赛季基深八强 已经实现了他们的成绩目标 不过在30日开始的5-8名排位赛中 四支球队还将相互过招 有机会力争靠前的排名 虽然浙江加善西唐古镇女排 在第二阶段最后一轮仍有力争八强的机会 但实际上他们5胜8负基16分的成绩 以及他们与机身联赛5-8名的球队 交手时的战绩相衡量 浙江女排和八强球队之间的差距 仍然比较明显